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妮可琳 您知道我们身体哪个器官是最勤劳吗 答案是心脏 它从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已经开始跳动 一刻都没有停泄直到生命的终结 当心脏无法发挥正常功能 人体就会出现相关症状 这是所谓的心脏病 心脏病的领从表现 轻折 心悸 呼吸困难 咳嗽 咳血 胸痛 水肿等 重折 休克 心脚痛 或心脏衰竭致死 最常见的心脏病是冠状动脉心脏病 俗称冠心病 当负责公学的冠状动脉血管 因为脂肪堆积而变得狭窄破堵塞 就会导致血流不能通过冠状动脉到达心肌 造成心脏缺氧从而导致猝死 有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三高患者 或是有吸烟喝酒等不良习惯 生活压力大 有相关家族史的人 都是心脏病的高危险群 对心脏病说不 预防心脏病就需从耕耘开始 除了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还要注意控制血压 血糖和胆固存保持在健康水平 五股脉王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 能提升体内的好胆固存 可达到阻止心脏动脉硬化 调节血脂 降低血压和血液浓稠度 从而预防血酸的形成 对心脏病有很大的帮助 五股脉王也无任何添加糖分 防腐剂 人造色素以及相机 给予您和您家人最天然的健康宝藏